从去年开始 新北市府广为宣传万里蟹 为在地商家开创不少商机 今年更是扩大对万里蟹的行销 有鉴于万里蟹的商机 无穷北海岸的海产店 更是一家一家的开张 而为在金山水尾渔港 有一处店家为了行销万里蟹 特别找来吸尽的辣妹 为客人亲手料理螃蟹 从虾蟹到炒蟹都价势十足 一点也不输给一旁的大厨 当初当然就是因为 老公的爸爸有船在捕螃蟹 从去年开始 然后有播那个野柳万里蟹 然后都会有影响 每年就是这样子 螃蟹机的时候都会特别好 然后就今年就是想说 那不如开一间餐厅 然后自产自销 业者表示 自家本来就是在地抓蟹的瑜伽 也受到去年万里蟹热销的影响 因此今年改变模式 以自产自销的方式经营 借此可以让客人吃到第一手 最新鲜的海产 这一道是炒食鱼 这是我本成为你们制作的 你们吃吃看它的肉质很鲜美喔 你觉得辣妹上菜 帮你端菜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很新鲜很特别 就是来海产店通常都是就是 却买久了 很少听到说有辣妹还帮忙上菜的 那他刚刚问你吃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特别好吃 有啊当然特别好吃 美女淑娘将菜端上桌之后 果然成功吸引目光 而对于业者以超吸金的辣妹来行销 现场的顾客表示 是很特别的惊艳 而且美女赏心悦目 也让一桌本来就很新鲜的海产 变得更好吃了 不好意思 现在要为你们上菜咯 借着陈伯伟 廖品涛 金山采访报道